大家好 今天我做的是香煎龍荔魚片 加蘆筍和薯蓉 你不一定要配薯蓉的 可以配飯或者麵也可以 這個香煎龍荔魚片很簡單 很方便 可以放工回家也很快 煮到出來的晚餐 希望你喜歡 我用的是這種急凍龍荔魚片 我已經解凍了 然後洗乾淨 現在要醃它 先用廚房紙把它輕輕抹乾 然後再加少許鹽 少許粉 放在碟上 放在碟上 先放在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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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醃的時候 就準備了菜 我這次準備了這隻蘆筍 先把前面比較硬的部分切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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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碟上 把牛油溶到差不多 就把魚放進去 剛才兩邊都沾了麵粉 確保兩邊都煎至金黃色 剛才我用了六七分鐘的時間 現在我們來炒露筍 燒熱鍋之後 加點油 蒜蓉 蘿蔔 蒜蓉 加點水 蓋上蓋子 煮一會兒 加小火 燒焦了一會兒之後就可以開蓋子 煮到差不多了 軟軟的 加點鹽 胡椒 胡椒粉 這個簡單又好吃的香煎龍力魚片就完成了 我還有上面加了一些檸檬的裝飾 今天我配的是薯蓉 這個薯蓉我是在另外一個 我介紹的短片那裡有展示給大家 如何做的 你可以去Check out我的頻道 多謝你們 希望你們都來試一下 Thank you 我阿姊 友 戒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